猪皮是一种胶原蛋白非常高的食材 平时我们家里吃猪肉的时候 经常会剩下很多的猪皮 不知道你们的猪皮都是怎么吃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猪皮不用熬煮 直接倒入搅拌机中 瞬间变美食 领失败6分钟就可以学会 面膜前都可以帮你省下不少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600克的猪皮 猪皮上或多或少还有一些长毛 把刀斜着45度,逆着毛囊来刮 猪皮上有很多的皮纸和脏东西 在烹饪之前,我们一定要给它刮干净 所有的猪皮处理好之后 放入一个大盆中 再倒入40-45度的温水 水温一定要高一些,不烫手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够把猪皮上的油脂清洗干净 重复换上3-4次的水,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放入装有凉水的锅中 再往里面加入准备好的小香葱 几片姜片 再倒入适量的白酒来去腥 猪皮敲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冷水入锅 用铲子把猪皮控一下,这样不容易粘锅底 然后开小火慢慢地煮开 这样才能更好地去除异味 期间我们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撇干净 这些浮沫是异味的来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浮沫给它千里干净 千里干净浮沫之后 我们趁热用夹子给它夹出来 给它放到案板上 我们用刀刮去里面这层油脂 这个油脂做出来比较腻 而且吃起来也不健康 所以我们要把每一块猪皮都给它处理干净 猪皮越热,这层油脂就处理得越干净 就像这样,处理得干干净净 看不见任何的油脂就可以 猪皮不要一次性地从锅中全都夹出来 如果放凉了,油脂不好去除 所有的猪皮处理干净 这些油脂就不需要了,把它扔掉 然后从一侧开始卷起 然后趁热给它切成六七毫米宽的条 如果处理得比较慢,导致猪皮放凉 可以在锅中再煮一分钟 这样就比较好切了 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大盆中 然后加入一小勺的食用盐 一小勺的小苏打 再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再倒入45度左右的温水 由于加入了小苏打 所以我们戴上手套来清洗 这样不易伤手 小苏打有很好的去除油污的功能 而这个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加上食盐可以消毒杀菌 这样重复地多清洗几次 就可以把猪皮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到表面没有油汁 猪皮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 水特别清沥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的猪皮有600克 往里面倒入1800毫升的清水 再加入一丢丢的食用盐给个底味 半小勺鸡粉 也可以来点白胡椒去除腥味 这时候开中火煮上10分钟 用这个时间重新取一口锅 加入一丢丢的食用盐 一根胡萝卜切成粗一点的条 一颗清洗干净的西兰花 剪成小朵之后给它进行焯水 加入食盐可以让颜色更加的翠绿漂亮 三分钟之后 直接给它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给它快速的降温 这样可以使西兰花保持翠绿的颜色 晾制不烫手之后控水捞出 给它放在大一点的盆中备用 经过10分钟的熬煮 猪皮已经开始出焦 已经变得很软烂 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关火 有条件的可以把猪皮和汤一起倒入破壁机中 我们可以分两次来搅拌 使用果酥鸡键搅拌上4分钟 这样搅拌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丝滑细腻 我们趁热直接给它倒入超好水的蔬菜中 表面如果有一层浮沫 可以用漏勺给它撇去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一夜使它凝固 大家看一下猪皮冻已经完全的凝固了 非常的有韧性 先把边缘给它和盆分离 轻轻的拍大一下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脱模了 这样做好的猪皮冻 用手按一下完全不会变形 而且韧劲十足 非常的有弹性 倒上沾点清水 切的时候不粘刀 我们先给它切成3厘米宽的长条 切开之后可以看到切面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韧性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 每一块猪皮冻就像水彩花一样非常的漂亮 扣扣弹弹看着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全部切好之后直接装入盘中 搭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蘸汁美味继承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 学会了给家人露一手 人人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